青泉鋼毒品案 重創空軍形象打擊士氣 空軍司令部製作影片 拍攝空軍弟兄日常操演活動 特別用台語配音向社會道歉 也替自己加油打氣 我們是中華民國的空軍 我們大島會再爬起來 繼續走 我們是中華民國的空軍 在最快的時間之內把它澄清出來 大約需要多久時間 我想應該最遲在下個禮拜 毒品丟爆案事發將近兩週 全案疑點卻越來越多 國防部長馮世寬三號下午 在立法院接受質詢 承諾最慢下週整理書調查結果 空軍副司令胡開鴻 立刻率領相關人員晚間進入清泉鋼基地 復查缺失 期間還會拜訪台中地檢署等相關檢調單位 軍方將全力協助偵辦 儘速釐清案情 一點無法查清空軍裁派高層禁數 國防部遭質疑動作慢半拍 一百分的大鵬部長 不論是否帶出百分部隊 都必須火速徹查毒品案 給社會大眾滿意答案 記者黃新陳周視頻台北報導